首先我们来一个加胸 激活一下胸大吉 并不是说单纯的把胳膊并到一起 是胸法里 你可以向前加的时候去拱一下背 从侧面看就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用胳膊把胸向中间聚拢 女生的胸大部分都是脂肪 对吧 脂肪由于地心引力 就是会下垂 而且年龄越大越垂 然后呢 女生为了好身材又要减脂 减脂必然胸会变小 所以又小又垂 那不就更扎心了吗 最起码咱们得保住一个 对不对 我觉得胸形好看比大更重要 好 第二个动作 我们来到四足跪立 跪到垫子上 但是胳膊要往前一点 往前一点 你的胸部感觉会更明显 然后去抬胳膊 抬的时候胸部要感觉 是被牵引的往前走的 核心和骨盆要受紧 保持稳定 这个动作就是提升胸部 一个好看的胸 就是不下垂不歪阔 对吧 所以我们通过运动 增加肌肉 就能够有效地对抗地心引力 大家都知道松弛是因为胸原蛋白流失 胸原蛋白是什么 就是蛋白质 所以增加肌肉含量 提高蛋白质的饮食 就是让你变年轻 最简单 最省钱的办法 好 接着我们还是 骨盆和核心保持稳定 把胸部向外打 这个是训练胸部外扩 腹乳这一块 去感受向外打的时候 腹乳这一块的发力 对了 我还得有必要地解释一句 我现在穿的是运动的压缩内衣 所以它是不显胸的 所以你们不要说 你看它一点胸都没有 还教我们怎么练胸 运动穿重强度以上的压缩内衣 是必须的 尤其是有氧运动 它能够很好的保护 你的胸部不下垂 如果要是你的胸部纤维断了 你就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好 然后腿向后 做跪姿复合称 上半身撑成一条斜线 用胸部去找地面 然后发力去往起推胸 很多人用胳膊发力 就很容易把上半身推起来 但是腰椎还是下垂的 练胸复合称是最好的动作 我感觉跪姿的 比整体的胸部的感觉 还会明显 但是女孩子做标准的复合称 是不容易 所以最开始 你可以做墙面的复合称 就是站着在墙上做 之后就可以做半成 不需要下的那么低 然后慢慢慢慢的 让你的胸部去贴住地面 接着我们来做宽具的复合称 就是把胳膊向外打 打得大大的 然后分别训练左边和右边 我觉得做标准比次数更重要 前期你可能在这30秒里面 只能做三个 那么你就去做三个 把它做标准 然后慢慢的增加 然后我们来向前爬 也是每排一下 感受你胸部在往上提的感觉 好了放松一下肩膀 我们来躺到垫子上 首先我们来手臂绕大圈 尤其向下的时候 一定要向内加紧一下胸部 好 然后拿起雅铃我们做三种臥推 训练胸部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各种臥推 我们先来训练上胸 雅铃放平 向旁边 然后再向上推 感受胸部的发力 胸的感觉是不容易找 刚开始我也找不到 慢慢的就能感觉到了 然后把雅铃竖过来 向下再向其推 向下的时候要贴住身体两侧 然后向上推的时候 也是从身体两侧往其推 这个训练我们的中缝 就是每推一下都要感觉胸部向内聚拢 好 接着我们来把雅铃向头上举 然后再向下推 训练我们的下胸 这个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让你的腰部始终贴住电子 你不要雅铃过头的时候 你的腰就拱起来 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到四足归例室 把雅铃放到胸部的两侧 然后往其提训练我们的腹部 大鼻椅只要加住身体 沿着这个轨迹上下运动 今天的训练可以天天做 你也可以只做我推 就是推的次数多一点 好 训练完成 最后我们来拉伸 把身子往前趴 趴得远一点 感受你的胸部整个被拉伸的感觉 感谢观看